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星期日誓言 他的政府將幫助那些受國際債權人規定的緊縮政策影響而生活最困難的人 李華爾森當選總理在對議會發表講話時說 他所領導的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一定會遵守競選承諾 向那些需要的人免費提供食品和電力 齊普拉斯還說他將恢復回希臘的公共電視台 希臘前政府在為3000億美元救援貸款進行談判時 為了省錢而關閉這間電視台 除此之外齊普拉斯還宣布採取削減政府官員的開支 禁止為他的內閣部長提供車輛出售可供他使用的一架飛機等措施 在利用來使用他成功率 底派填莫出售可供多